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呢是在清西陵 我们今天呢来这里看一座皇后的墓 它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皇后 它的这个陵墓呢和清朝的其他皇后墓是有很大的区别 并且呢在里面还有非常著名的回音壁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走过这前面的三孔四孔桥 就是它陵墓的建筑 现在呢我们开始走过这前面的三孔四孔桥 在最前方呢就是围隆文门 那里呢还有左右操房 也就是坐典型的地方 它的这些左右操房呢在前面呢是有廊筑 在后面呢都是有这种烟筒 因为呢它是皇后 所以呢上面也都是黄色的琉璃瓦 和帝王是一样 现在呢我们是已经进到这个院落 在前方呢就是围着隆文殿 也就是这里最主要的一所大殿 然后呢两边都是围左右配殿 和其他的帝林后林都一样 这西配殿呢就是在皇后的忌日 念经的一个地方 东配殿呢也就是储存忌文的地方 我们看到它这个院落呢 比很多的帝林乃至皇后林都小的很多 规模非常小 一般的皇帝和皇后的 它这个隆文殿呢就是祭祀它的地方 但是呢它这为丹岩一般的都是为丛岩 这丹岩相比丛岩呢就少了很多的气势 就是整体这个院落来说呢 也是比其他地方要小很多 在前面我们所看到就是一座光秃秃大殿 然而呢在前面就是两个顶 它这里连栏杆连一些雕刻全都没有 我们看它这个大殿还有这东西配殿 它这里的木头呢没有被维修得很新 全都是这种比较有年代的感觉 特别呢是有这个历史的沧桑感 这孝和瑞皇后呢它是嘉庆皇帝的季皇后 它的原配皇后呢是和这嘉庆皇帝陪葬 它在位时间呢有19年 然后呢做了皇太后也是有29年 它活了74岁是非常高寿 为什么它在位时间那么长 却没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墓呢 其实呢还是和当里的国力有关 一般做了皇太后之后呢按照主治 这皇帝都会在这个皇太后生前为他挑选陵墓 然而呢这道光皇帝在位29年并没有为他挑选陵墓 在他去世的时候呢才开始建设陵墓 在他去世30来天这道光皇帝也去世了 所以呢他制作的陵墓是前方皇帝给他修建的 是和道光皇帝一起修建 所以呢在前方时期大清的国力已经开始腿板 并且呢在当时是已经出现了这内忧外患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如果一个朝廷修道光再修皇帝后两座陵墓 如果都规模宏大的话 这朝廷的支出就会太多 但是呢如果皇帝后他的陵墓如果不建 不敢组织建又不合规矩 所以呢他就缩小一些规模 砍掉了一些原有的一些建筑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样子 虽然呢他规模比以前的皇帝墓要小 但是呢他也有他自己的特色 那里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走过的龙温门 虽然呢也是为三座门 但是整体呢还是小了很多 进来之后他几座大殿 虽然还是有 但是呢不如太陵 其他皇陵 几座大殿 相距非常远 在一个小院里 他就紧凑的在这里 就仿佛呢我们走过龙温门连州几步 就可以到达这个大殿 在以往呢这个皇后还有皇帝陵 他中间这里呢都会有这个丹壁石 上面会有雕刻 这里呢是没有把这个呢给剪去了 而且呢他这里这个铜箱炉也是小了很多 来到这里呢我们一抬头就会看到这龙温店的牌匾 在其他大殿呢他因为是虫盈 所以呢会放在上面 你抬头会看不到 这呢也都是有彩绘 非常有这个古仆的感觉 他的这座龙温店呢 虽然不像其他帝王和皇后 他追求宏大 但是里面呢也是别具特色 在我们进来之后呢 一样在地下呢就是为跪拜师 也就是为后来的皇帝来到这里跪拜的地方 在进来之后呢当中的四颗柱 它上面是有雕刻 是有巨大莲花 而且呢中间的莲蓬是雕刻的非常大 这四颗金柱呢我们看它一样的颜色 应该设为金色 非常华贵漂亮 而且呢就是我们看它上面的天花 其他的皇后呢它上面的图案呢 是为三朵莲花 配有18个经典的水浪花纹 然而它这里不是 一只凤凰在那里 在这个龙温店后面呢就是为龙须沟 它的地方呢非常宽 下了一条河 所以呢要架桥才能通过 但是这里呢一共是有三座三桶桥 在中间那里呢是有这个树栏板 没有很高也没有很大的雕花 然而在两侧呢是为这种平板桥 没有任何的栏杆 这前面呢就是为陵寝门 也就是从前朝通往后殿的一个入口 走进这里呢 这皇后它的分种就是在里面 但是呢它这里由中间是由这个琉璃花门 但是在这个两侧呢全都改成了这飞圆寝 它规制的一个角门 在其他的皇后楼呢是有三座这种琉璃花门 我们从这里开始进入 这些呢也全都是围着排水的设施 从这里拍到这里流到前面的龙虚锅 在这门的两侧呢还有这琉璃花式的造型 在下面呢就是围着十座 我们再往上看 它上面呢是写着蒼西陵 是用汉文猛文还有满文三种文字所写 在近年中呢它这里减配就比较严重 就一座宝城光粗粗的在上面 这里呢是有这个十几台 上面呢也是有十五共 如果说前面的这个月亮呢它的规模比较小 但是该有的一些大店呢还是有 但是呢当我们走入了林寝门之后 它这里呢就是减配比较严重 没有明楼也没有方程 一眼望去就只有一个宝顶光秃秃的在那里 也就是围着孝和瑞皇后 它的坟种在前面 这里呢还有十几台上面呢是十五共 也都是布满了这个雕刻 这个呢是必须有的这个 现在呢我们就要看整个的蒼西陵 乃至整个的青昭荒林里最有特色的地方 在这个宝顶外围的这个红墙呢 是围着这个弧形的 这个呢就是回音壁 它这里呢东西相距七十米 我在这里说话 那呢依然是有回音 大家可以听到吗 我就是在这一段小声的说话 那里也是可以听到 在这里呢声音稍微大一点说话 对过呢是可以听到的 只不过呢那里是没有放这个设备 大家听不到 我们现在呢开始取设备 我待会呢在这里小声的说话 我们看看能不能有这个收音效果 据说呢它这个回音壁 我们在这里小声的说话 在相距七十米的对过 也是可以听到声音 不知道可不可以 现在呢我一个人呢是挑战失败 我将这个麦的放到地上 而且呢距离太远 可能会中间会断连 是没有接到声音 我就放到地上 而我说话呢是在这个位置 就目前我自己呢我在这里说话 是可以听到对面的回音 如果大家是来两个人 可以在一头站一个来听一下小声说话 它在呢是不仅有这个回音壁 还有回音师 在前面呢就是为它的保顶 在保顶前面的第七块条十 就是那个位置 如果在那里说话 就是可以发声回音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这里 清熙灵 清熙灵 现在我们在这里对着它说话 是听到了很大的声音 比我们声音原来还要放大几倍 我们在这里说话 就像是听到一个扩音器一样 来到这里呢我们真是非常震撼 我们真是可以感叹 这个古石的公鸟真是非常神奇 知道出这种音效 它这个回音石和这个回音壁 是这里的一大奇观 它活了74岁 可以说呢它从这个乾隆时期 到这个道光晚年 也是由盛转衰的一个过程 它呢是在乾隆年间就被指挥 嫁给了当时还不是皇帝的永延 这嘉庆皇帝的孝和皇后 它的保存呢是在这个方形的基座之上 它整个的保顶呢是为这个圆形 在最上面呢有这个黄色的琉璃瓦 而且呢在它的四周都是有这个排水的设置 并且呢我们所看到这个包顶 它是高6.6 周长呢也是有35米 这里呢是有它排水的系统 它这个回音壁呢真是设计非常巧妙 非常值得来看一看 它们前面这个沟和在其他的皇后陵 在以前的规制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所看的整个的昌西陵 它的规模并不大 它整体上在其他的皇后陵 都是有了很大规模的缩减 它这种规模缩减 既不影响见到这个皇后陵 也能大大的节省了开支 这对当时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它整体的规模呢 虽然不如其他的皇陵 皇后陵 那么的规模宏大 但是呢也是非常婉约 一样呢是有着皇家的位移和富贵 那我们这个昌西陵先看到这 下视频见 再见